中亚国家元首共同筑下石榴树 其意义深远 象征中国、中亚人民之间的友谊之树 知凡也冒 世代传承 石榴花是西安的世花 而石榴树的原产地在中亚 所以石榴花正是陕西与中亚有益的历史见证 其中飘逸的思路味道 也把我们穿越到2100多年前 张谦出示西域 正是从长安出发 满载中国人的友情 带去中国的丝绸、茶叶 范城时也带回了中亚、西亚的特产 比如西瓜、石榴 从此石榴树在陕西落地生根 由此也开辟了延续千年的古代丝绸之路